能根据这种设定,让男女主搞不少的事呢? 墨连城和过去的自己成为情敌,经常搞得小谈傻傻分不清楚, 不过只有男主有情敌怎么能行? 蓝叶熙的出现就应运而生了,皇上想要撮合八王爷和蓝叶熙, 蓝叶熙自己却不愿意,他因为被派来, 联姻的事情大为不满,正在店里发脾气, 此时刘尚正好来找蓝叶熙, 他把八王爷心有所属的事情告知,并将宇物退还, 同时阻止了蓝叶熙向无辜的人泄愤的行为。 蓝叶熙因此看上了刘伤,他对皇帝表示联姻对象就是刘伤, 皇帝不置可否,后来刘伤的元神越加的溃散, 他一面因为不能保护小谭而难过,一面对众人的未来是否能改变而疑虑, 他找到蓝叶熙,两人在小谭面前演了一场戏, 小谭悲痛不已,委屈得泪流满面,蓝叶熙看出刘伤和小谭两情相悦, 他在车里对刘伤表白,刘伤非常感动,可是拒绝了, 蓝叶熙看不惯两人,两情相悦的人遮养, 他把小谭带出曲抚,告诉他刘伤快死了, 小谭得知刘伤的情况,急忙找到刘伤,两人和好, 刘伤一直因为墨以怀和八王爷的争斗恐恼, 突然想起他们之间关系的极具恶化, 是从小谭来到八王府开始的, 也许曲抬儿就是那个改变墨以怀悲剧的关键, 可是曲抬儿现在不知所踪, 这就成了一个死结, 此时小谭想起蓝叶熙曾经主动提到过大王爷, 并说过一句,一怀哥哥, 刘伤听到蓝叶熙的这种表现, 怀疑他和消失的谭儿有关, 他找到蓝叶熙, 谎称大王爷受伤, 看到蓝叶熙突变的表情, 刘伤大喜问道, 你是原来的塔尔对不对, 你是曲抬儿, 蓝叶熙沉默了, 他虽然在附身蓝叶熙之后性格受到了影响, 但其实本质还是那一个曲抬儿, 他回来是想和墨以怀在一起的, 却又看到曲抬儿后犹豫了, 而看上刘伤, 也不过是他为了拖延时间, 做的戏, 刘伤怎么会让八王爷和墨以怀和解, 咱们下回再见。